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7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一節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香港的鄧炳強找到一個好朋友 為甚麼說這個是他的好朋友呢 就是因為整個香港 除了 鄧炳強一個人 敢說早前爆發的白紙示威 除了這個顏色革命之外 在整個香港找不到有另一個人做鄧炳強的好朋友 很多人認為這樣的言論早就已經是過激 超過了 國家的底線 甚至乎是干預內地的政治 干預中國內政 所以 有很多香港的建制派人士 避免集體炒車 所以紛紛 跟鄧炳強 的顏色革命論切割 正當鄧炳強覺得非常孤單的時候 居然找到知音人 你們倆可以快點相認 這個人是甚麼人呢 原來這個就是中國駐法國的大使 努沙野 努沙野 就是出名的人渣戰狼 他的名聲 就是法國 以及整個歐洲 整個西方世界 甚至乎整個中國大陸 都是聲名狼藉 因為 就是一個人渣戰狼 這樣的情況 跟趙立堅也有點相似 趙立堅就是外交部戰狼 但是你不要以為 說一些 北京適合的說話 在搞鬥爭就會受到內地民眾的歡迎 實際上內地的民眾覺得這些人 相當之活該 所以真的恭喜你們了 你們現在可以滴血做兩兄弟了 努沙野到底在說甚麼呢 為甚麼出來 要去 去 評論這個中國內地的示威 顏色革命 我們一起和大家探討一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過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屋大法 無限循環大法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我們最近盡量把節目提及國情 或者是中港兩地的 節目也追加中文字幕 希望 內地的翻牆聽鐘 也可以看到 希望 多些人支持 因為我們的節目數量比較多 所以 跟其他的 國內講國情的時事 分析節目有點不相同 我們是比較像香港的 新聞媒體 節數比較多 我們的好處就是比較緊貼 時事 以及可以把題目細分 不過告訴大家 其實我每天最頭痛的不是 說多少 說過 時事以及加入 多角度的分析 對我來說就不是很困難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雖然每天都沒有加方 但是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要怎樣 要怎樣把 一晚裏面所說的話題就是平均地分佈在不同的節數上 這個反而是 對我來說 覺得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部分 例如我想抽點時間講17日的網罪 講得太多 又會這節的時間用得太多 我們稍後再說 17日我們也想講講我們討論的內容 我們這節先講中國駐法大使大談白紙運動 你連白紙革命那幾個字都不敢說 你還說這個是顏色革命 既然你說是顏色革命 那就不要幫人家改名啦 人家說叫白紙革命嘛 你又幫人家改名叫白紙運動 真的失敗 你要說的時候就要用盡全力 鄧炳強也是 你以後就叫白紙革命 不然你 很醜啊 你又說人家是革命 你自己又說是示威 那到底是什麼 你說話要一致嘛 你是高官 我們是時事評論人 我們是媒體 我們喜歡怎麼叫就怎麼叫 我們要交代的是我們的聽眾群 還有港大的市民 但是你呢 就是有公權力在手 你 真的要跟藍絲市民交代的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 白紙運動也是顏色革命 只有第一天 是真正的遊行 第二天就已經有外部勢力插手了 你真聰明 我們也看不到哪裏有外部勢力 你也會看到 他說有的中國人被外部勢力收買了 真聰明 這個似乎比鄧炳強更加厲害 鄧炳強說看到有外部勢力的身影 盧沙野甚至乎比鄧炳強更加強 直接說有中國人被外部勢力收買 我代表一眾的 中國內地網民 問盧沙野哪裏有錢拿 我很想去拿 如果真的有得拿 我也會叫大家盡量去拿 如果外國政府願意協助 為甚麼不拿 一定要去拿 問題是找不到在哪裏有得拿 如果找到我們一定會拿 拿完之後用來對付你 不會和你客氣的 盧沙野早前出席法國外交記者協會晚餐交流會 回答 媒體的提問 中國 駐法國大使館的官網在14號 公佈對答的內容 認為 中國大陸早前 爆發的白紙運動 根本 就是 衝著這個動態清零而來 而動態清零 他繼續要拍這個習近平的馬屁 他說中國政府挽救了超過 400萬中國人的生命 真是厲害 中國人有十幾億 現在你犧牲了多少億 挽救了400萬 中國人的生命 這個數字是不足夠的 這個數字 他出來大大力 拍這個習近平的馬屁 說這個動態清零 怎樣怎樣重要 他說遺憾的 是中國的地方政府 未能夠 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圖 結果 就是地方政府看到武漢肺炎的數字迅速攀升 感到手足無躁 於是 又靠舊的辦法 來維持 防疫措施 使得老百姓 相當之不滿 這個是 導致街頭遊行的原因 他原來也承認 是跟老百姓的不滿有關 在這個方面 他說話似乎 讓鄧炳強忠肯 但是 然後他又說 是有 中國人被外部勢力收買 他說外部勢力 很快把握這個機會 進行政治操弄 到底 怎樣被人操弄呢 當記者再追問這個盧沙爺 到底中國民眾 被哪個國家收買 盧沙爺就說我不能夠說明的 總之就是外部反華勢力 我們不反華的 你搞錯了 我們反共 如果華人 起來面對共產黨 我們不會反華的 你搞錯了 你不要以為在海外煽動的那些中國人 就一定是要愛國 現在 包圍中國領事館的並不是香港港獨份子 包圍中國領事館示威的 是中國內地留學生 所以 這些人我們支持的 你不要搞錯 我們不是反華勢力來的 我們是反共勢力來的 當然華人是壞人的時候 我們當然反了 但是整體來說 這不是針對華人 針對的是五毛 針對的是小粉紅 那些五毛小粉紅我們不打算放過的 那些出來 恐嚇那些 爭取自由民主的人 出來示威的人 他們恐嚇那些人 我們要用 具體的方法 是要令到他們覺得害怕 民主自由 除了用理念去守護之外 也需要用行動 行動包括使用就是足夠力量 這個我們已經一而再 再而三強調了 盧沙野繼續 斷定這個中國民眾 肯定是被境外的反華勢力收買了 我們真是很想問到底哪裡有得收錢 他這種說法就說 這個白紙運動也是一種顏色革命 這個真是有一個很大的邏輯謬誤 不過不要緊 我們幫鄧炳強找到好朋友 因為鄧炳強 嚴重炒車 甚至乎保安局要出信 聲明 恐嚇明報 要明報收回報道 鄧炳強 沒有得收回的 因為你出來道歉 很簡單而已 一個從政者 就算不是從政者 如果我們說話說錯了 我們就出來承認自己錯誤 出來道歉 但是如果你自己覺得 說錯的話 就不是去恐嚇一份 不受自己控制的報章 然後叫人收回報道 你要收回的 請你自己走出來 開記照收回就可以了 你可以承認自己接收資訊錯誤 又或者受到 錯誤的資訊引導 是不是 人家早就問你了 有甚麼證據顯示 那個是顏色革命 原來他說 有些走路人士去報導這件事 有走路人士 報導這件事有甚麼問題 那個是媒體就會報導的 走不走路也不是一個大問題 當你的字眼正確 是不是 當你正確 那些人真的是走路了 有走路了的 香港人 報導這件事 跟顏色革命有甚麼關係呢 是沒有關係的 自己在幻想出來 繼續搏上位 誰知道就炒車 一大群港共的其他官員 沒有人endorse鄧炳強 是不是 整個 香港的政界 就是這麼孤單的了 你以為李家超跟你共同打拼 李家超也不想你 扯去下水 現在如果跟你捆綁在一起 再這樣搞下去 沉船 搞這個Google的事件 都快要沉船 因為我已經指出了 有大量的搜尋器 搜尋結果 全部都是政治不正確 你們有時間搞 我天天都會說的 真的有空就說 看你們到時候可以怎樣 李家超就快要沉船 你還想 加多一刀下去 那你叫那些戰狼去endorse你 沒有人endorse你 叫盧寵茂去endorse你 盧寵茂可以發表他的專業意見 說作為醫生 我發現有顏色的趨勢 有顏色的勢力 但是沒有人願意 沒有人願意 沒有人願意加入鄧炳強的陣營 只有人渣中的人渣 盧沙爺 跟鄧炳強 是行蟹一氣 血你們 盡快滴血 為盟 有時我真的覺得鄧炳強很可憐 國家大事中國內政不到你操心 簡單來說 上位還上位 不要踩過界 踩過界 就是沒有人會原諒你的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要上位 對不對 我代表其他人的心聲透露 只有你現在上位嗎 你全都做了 每個官員都給你全都做了 每個人都不用上位 看見一大群人渣上位之後 大家都知道 通常 沒有了 去到極限的 你鬥不贏盧沙爺的 盧沙爺堪稱是人渣中的人渣 你要贏他 鄧炳強 所以你死了一條心 好像我變相在稱讚你 不過真的 你還沒有去到那個level 所以你還可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恩 請 多多多多多多人 只為我們可以這樣做 核心